另外台北市有發生一起在11月18號 有個四十幾歲的女性 她到診所要打流感疫苗 自費流感疫苗 但是因為這個診所這邊沒有三毒 對所以後來拿了這個AZ疫苗給她接種 那這位個案她事實上在10月18號的時候 已經接種了一劑的BNT 那針對這個她第一劑接種BNT 她一個月之後再接種AZ 我們目前會針對像類似這樣的個案 就會認定她就是已經完整接種 不需要再偶爾再接種其他的疫苗 但是針對這個診所的部分 那台北市溫馴局已經先讓她暫停 這個接種這個COVID-19 跟流感疫苗的業務 那另外另外也會跟 他們也立即跟這個民眾做衛教 那只要有任何的不舒服 都會請她回電 那另外下週四會請她再門診追蹤 那有關這個台北市的 這個目前有連續發生兩起的 因為接種流感疫苗 然後誤接種COVID-19的疫苗 那已經有希望說 他們可以再針對有關同一診所 在這個接種流感疫苗 COVID-19的疫苗 能夠有時間上面的分流 或是在動線上的分流 看如何一個設計 那請台北市在針對這個部分 來做一個改善 的汗 我們要排氣 就是從清 grandes 的這個 我們要排氣 如果要排氣 就行 我們要排氣